有一些人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得特别出色 其实他们之所以能持续取得成功 是因为他们有框架思维 什么是框架思维 就是能进行归纳总结 抓住做好事情的本质 然后将经验迁移到其他领域 最终演绎成功 一、框架思维的三个要素 解决问题从一个好的思想框架开始 搭建框架有这三个要素 一、因果律 人们往往是因为因果之间的关联得出结论 你所掌握的因果总和 就是你此刻的认知水平 比如你感冒了 你在太阳下晒了一会儿太阳 结果感冒好了 根据因果之间的关联 你很容易得出是因为晒太阳后感冒才好的结论 但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还吃了一片阿斯匹林 吃了阿斯匹林 也是因果关系 如果你只掌握了少量的因果 就很容易错误归因 得出偏颇的结论 认为晒太阳后感冒就好了 二、反事实思考 什么是反事实思考? 事实是已经发生了的 而反事实就是做假设 对你得出的因果进行干预 假如只晒太阳 感冒会好吗? 假如没有晒太阳 只吃了阿斯匹林呢? 反事实思考 可以帮助我们从无数的因果关系中 去找到本质 在这个过程中 连问多个为什么 一层层包洋葱 抓到事情的本质 三、约束条件 如果没有条件限制 就容易偏离目标 所以在思考的时候 要有硬性约束和软性约束 以硬性约束 硬性约束是不能调整的 比如销售团队 去年十个人完成了一千万的业绩 今年要完成三千万 怎么完成 用什么样的策略达成目标 这时候 不能说直接加二十个人 如果加一个人就多一百万业绩 这是再做加法 有了硬性的约束 你才会聚焦思考 集中在主要的事情上 针对目标 找到创新的方法 做惩罚 二、软性约束 软性约束 就是是有弹性的 可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的 比如为了完成上述三千万的目标 虽然不能加十个人 但可以考虑给一些相应的资源 为了提高团队的效率 增加销售中台 这就是框架思维的三个要素 核心是要帮助我们总结事物的底层规律 但发现了规律还不够 还要将其进行分解 拆解出它的流程 拆解出你的具体的步骤 最终演变成可执行的框架 二、打破旧框架 形成新框架 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快速 做出决策 提高效率 但我们也容易被框架局限 形成惯性思维 所以框架不是建立之后 就永久通用的 所谓成长 就是不断地打破旧框架 如何实现升级 一、开放的心态 首先 要清楚地认识到 没有永恒的框架 因此 不要让过去的成功框架 变成今天的阻碍 一定要向内求 向外看 什么是向内求 就是要去主动涉猎 输入 多读书 多掌握一些因果之间的关联 建立不同的模型 什么是向外看 一方面是打破舒适区 多跟外部专家交流 另一方面 要保持敏感 注意外部信息变化 二、检验框架 保持开放的心态 是持续成长和进步的关键 当我们遇到问题和挑战时 这不仅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提示 让我们重新审视 我们所拥有的框架和思维方式 在面对问题时 首要的是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不要受限于过去的经验和固有的思维模式 开放的心态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接纳新的观点 新的信息 从而有更全面的视野来解决问题 这种心态也让我们能够更敏锐地察觉 现有框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发现问题后 关键是检验我们现有的框架是否还适用 我们需要问自己 我们当初建立这个框架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基本假设和原则是否仍然成立 它是否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 如果我们发现就框架仍然适用 但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行改进 这些调整可以是细微的 也可以是基本的 通过调整 我们能够使框架更贴合当前的需求和情境 提高其实用性和效率 这种调整不是将过去的框架完全放弃 而是在保留其优点的基础上 使其更适应新的状况 然而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旧的框架已经不再适用 或者局限性太大 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勇于思考 创新 可能需要建立全新的框架来解决问题 这需要我们对过去的投资有所冒险 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机会和可能性 总之 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不仅仅是遇到问题时的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确保它们仍然适应变化的世界 并愿意调整甚至重新构建 以实现更好的结果 当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还能够不断地发展和成长 迎接未来的挑战 三 试炼调整 无论是建立全新的框架 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改进 都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任何领域 框架都是指导和支撑发展的基础 是思维和行动的指南 它们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在实践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一个优秀的框架 宛如一个坚实的骨架 能够让想法和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 它提供了结构和组织 使得各个元素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 变得清晰明了 然而 构建一个良好的框架 需要不断地努力和精心地思考 起初 或许只是一个概念的草图 但通过持续的试验和调整 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架构 这正是创建过程的关键所在 然而 一个框架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建立的过程中 更体现在实际应用和使用的过程中 只有在实际情境中应用框架 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 进一步进行优化和调整 这就像将一个圆形投入现实世界 通过实际的操作和测试 发现其中的弱点并加以改进 无论是面对技术挑战还是应对市场变化 框架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 能够根据需要进行修正 从而更好的应对变化 在这个不断变化和竞争激烈的世界中 拥有一个可迁移和复制的框架变得尤为重要 这意味着你可以将已经验证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应用于不同的场景和情境 节省时间和精力 同时确保持续取得成功 这种框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效率方面 更体现在知识和经验的传承上 使得组织和个人能够持续地学习和成长 因此 框架思维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它不仅是理念和计划的基石 同时也是创新和进步的动力 通过构建和应用优秀的框架 我们能够更好的应对变化 迎接挑战 实现持续的成功 无论是在科技领域 商业领域还是其他领域 拥有正确的框架思维 都能够让我们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实现更大的成就 所以 让我们不断学习和运用框架思维 将每一个结束都转化为新的开始 成长是一场自我革命 不断打破 在废墟中重建的过程 而建立框架思维 是自我突破的开始